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追到15年以内 我国也会弥补上海军的最后一块短板 正式成为非常强大的蓝水海军 除了095攻击核潜艇以外 我国的096型战略核潜艇也会开始组装建造 这款战略核潜艇的水平也会正式追上国际先进水平 而这款战略核潜艇才是真正能堪称我国正国神器的东西 中国的092型战略核潜艇只拥有了象征性的意义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打击能力 一直到094型战略核潜艇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打击能力 但094型核潜艇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俄罗斯667型战略核潜艇 技术并不先进 届时096型核潜艇技术将至少和俄罗斯北风之神 与美国俄爱俄改进行相等 虽然导弹数量少 但因为分弹是多弹头和突防技术 反而在战斗力上更胜一筹 况且在下一代核潜艇里 导弹数量减少反而成为了非常正常的事情 除此之外 昨天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专题 科技强国的追梦人 首次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院士 在这期节目中 作为海军工程大学电力电子研究所所长的马伟明院士 首次向全世界宣布 我国第一代095型核潜艇使用的新型无轴蹦推技术 在节目中 马伟明院士介绍道 这是我们团队在世界上第一个领先项目 领先就领先美国 美国也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这是下一代核潜艇的关键核心技术 但现在已经应用了 军事专家告诉记者 在冷战时期 因为战略核潜艇技术不够先进 并且因为分岛式技术还不够成熟 所以无论是苏联和美国 都在战略核潜艇上部署了至少16枚导弹 甚至俄亥俄基战略核潜艇的导弹数量达到了24枚 并且一口气制造了18艘 前苏联的战略核潜艇数量也有几十艘 但是随着战后的发展 在核潜艇数量上并不能制造太多 况且因为核弹头数量必须维持在1550枚以下 所以美艘核潜艇所携带的导弹不能太多 但是因为战略核潜艇价格极其昂贵 所以于是无论是英国的机缅机 法国的凯旋机 俄罗斯的北风之神 还是美国下一代的哥伦比亚机 都是16枚弹道导弹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096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采用16枚核导弹也不奇怪了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随着095和096在中国海军服役 中国海军的战斗力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